今天世纪尽头左右剧烈摇晃 日本时间15号凌晨12点14分 福岛县外海发生瑞士规模5.8地震 镇央在外海震源深度有50公里 尽管没有海啸疑虑 大众交通也没有受到影响 运作一切正常 目前为止也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不过这是福岛县当地2022年10月以来 第一次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 日本气象厅提醒当地民众 未来一周内有可能发生类似规模的地震 必须格外小心 至于福岛核电厂目前没有侦测到异常 但为保险起见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将暂停核废水排放作业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